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保暖的话 肯定是羽绒服更保暖一些了 更何况冲锋衣在设计之初 它的主要作用就不是为了保暖 或者说它的保暖方式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在有大风的情况下 冲锋衣的衣服具有防风的效果 这时候它又具有很好的保暖性 冲锋衣具有很好的密闭性 能够减少体内空气的流动 同时身体的温度能够得到提升 冲锋衣分为三层 其中外层是用来挡住大风的 抓绒衣是保暖层 下口采用防风设计 防止风从底部灌入 在户外时除了防风防雨之外 冲锋衣还有一种防护的作用 那就是它的面料比较硬 普通的硬物不容易刺穿 所以对于户外运动来说 当然是冲锋衣保暖了 羽绒服虽然说是保暖屋中 保暖效果最好的 但它更多的是在静态环境中使用 不扛风雨 所以穿羽绒服是很怕风吹的 不过在城市里穿的话是很好的 毕竟羽绒服的重量是比较轻的 通过上述的介绍 我们就能知道 为什么全世界的户外探险者 登山者等所有的户外运动者 都会选择冲锋衣 而不选择羽绒服的原因了 好了 等这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